我是多为阵列 那到这边差不多 很多你应该要会的东西 也差不多停到这边了 那在这个 最应该是属于蛮可怕的部分 要认真的听得懂 加油 那昨天有提过什么是阵列 一个一为阵列 就是一个横的阵列 它我们给予它的想法就是 对于同一个社区的不同编号 可能你是住第几户 那里面住的人就会有所不同 然后第二户也会不同 第三户也会不同 那今天假设我们需要存的 不是一个社区 是一个班级的座位表 就像你们班可能 坐在讲桌前的是谁 然后可能每次上完课 每次换完座位 老师就会请你们 重新写一下自己的名字 在你的座位上 好那你该怎么去表示 每个人坐在不同的位置上 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成是左边这个方法 也就是用昨天 比较一为阵列的想法来做 那也就是说 我一开始是一 第二个是二 然后三然后四 然后根据某一种 你规定好的想法 就去做可能像六七八九三 一路变号下去到三十 那我跟你讲说 我要坐二十号的位置的同学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选出来说 他是第几排第几个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在表示 这个座位表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 我是第几排第几个 这件事情来说 我可能会说 我是第一排第一个 我是第三排第五个 然后我是第几排第一个 这样的想法就会转成 开始就是二维了 也就是我右边这边写的 写起来跟你平常看到的 xy的坐标图 其实应该会蛮像的 像我就把 左上这一个命名为 1 然后它的右边一点就是 21 然后在右边一点就是 3 这样一序类推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透过 两个数字去表达出 我要的那一个坐标 那所以我们刚刚说那一个 它其实就是一个 二维阵列的想法 那我们在一维阵列中 可能打的是像 一开始我上面写的 INTP30 那就是代表说 我有30个位置 然后我已经帮这些位置 编好号了 然后我要从1 一直记录到第30个 那二维阵列可能就会是 我先看一个5 然后二维阵列可能就会是 同时存了一个你的 行数跟你的列数 就是你是第几排的第几个 那这样一路下去 你会发现 多维阵列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它在后面加很多个中括号 那这些中括号里面 可以存一个变数 去记录一些东西 那我们平常可能会以 这样子表格 这样维度的概念去思考 它其实很像表格 就像刚刚我们举例的那一个坐标 在座位表一样 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平常在现实生活中提到二维这件事情 应该很容易联想到的是平面 就是一维是线 二维是平面 三维是立体空间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二维其实同样的就是一个平面 那就是一个xy的坐标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多维阵列中其实你会用到差不多只有二维阵列 到三维就已经很困难了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它开的大小原因 那你可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就是当你在命名或者是去定义一个二维阵列的时候 会从0或1 应该说从0开始 但是我这边为了比较好理解 还是从1开始变好 那这样就是你会发现 x轴的方向 其实跟平常我们在算坐标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是向右是整 但你会发现y的方向跟你平常思考的那一个 y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坐标轴长得很像你平常认识的那一个 在第一向线的那一个坐标轴 但是它又有一些不同 那这个不同可能就需要你在持坐code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自己被自己搞混乱 那这个方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它的限制 昨天在讲阵列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 就算你在痊愈里面开一个阵列 它的大小也有一定的限制 昨天高嘉宏他就有示范过说 如果你今天开5亿 那他可能就会爆掉 那1、2亿可能都还好这样子 那你想如果那个是一个 那只是一个中挂号 那我今天有两个中挂号 那是不是代表说 它需要的空间是一个中挂号 再乘于另外一个中挂号 这样才会是它total所占用的记忆体空间 那这个记忆体空间像昨天在示范一尾一样 它有它的上限 就是你这个相乘的结果 这是它所需的空间 这个所需的空间它不能太大 它太大你就会发现你电脑会跟你显示说 它存不下了 不然就是它会直接让你shut down 就是说它根本不容许你存取那么多的记忆体 然后下一件事情是 虽然说刚刚到从一开始到刚刚 我们都是用二维 就是xy坐标头这件事情去解释 多维阵列 但是其实它不止这样子 它更准确的说 你每开一个维度 它只是在记录某一种状态 那这个状态会是什么 比如说时间种 假设今天有一个题目 或者是一件事情 一个情境是这样子的 我有一个数列 然后这个数列里面有这么多的数字 但是这么多的数字 应该说有1 2 3 4 5 6 7 8 9 有9个0 那这个是一个普通的一维阵列 那我对这个阵列要操作的数 要操作n次 那我要怎么去记录起来 我每次操作后的结果 也许你可以直接 就修改念一个一维阵列 比如说我说我要把第二个加一 你就把A2加一这样子 那就是一样很简单的概念 可是如果今天我需要动用到之前的东西 如果我必须把以前 没有被更改过的状态保留着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开一个二维的阵列 然后它的横 就是它的x轴就会是存我 我每一次的阵列状态 那横的 那它的y轴就会是我的时间轴 也就是每一次更新后 我就让它全部复制到下一个 就等于y等于y加一的概念 就是去跳到下一行去 然后它就会存取到每一次的xy轴的修整 那这样子就会是另外一种对阵列的看法 就是它就不一定只是x跟y轴 它可以更多是用时间 用不是那么固定的现实的坐标去看它 那这个东西它的输入方式跟早上的潮转回圈有相关 像我们平常说for回圈跟 像我们平常像昨天说阵列跟阵列的输入会用到for回圈 然后输出也会用到for回圈一样 这次的二维阵列它的输入输出也都会动用到潮转回圈 那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画的这一个表格 首先它是一个 应该说先看右边吧 右边是我示范如何输入p这个二维阵列的方式 p它这个二维阵列一开始上面这个for 上面这个潮转回圈 我是想让它输入大概25个左右的数字 那这25个数字就会根据它的p跟i 然后去存取到那一个二维阵列的那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边就是输出 那输出的内容其实长得跟今天早上讲 那个99层发表有一定的相似度 因为我也是要建议这样表出来 然后看完这边后记住一下i跟j的位置 i是外层回圈 j是内层回圈 然后就可以来看一下右边 左边这一个表格了 在表格中你会看到就是i跟j我有不同的 而我应该说i跟j它是两个不同的变数 那他们跑的念一个变数就会根据早上我说过 潮转回圈 它的运作方式那样子的想法 也就是说比较像一个时针跟一个秒针的概念 它会 它会再等到一个好后才会转下一圈 那秒针转完 分针转 秒针转完分针转 大概是这个想法 那你会发现蓝色的字是我打每一个正列 正列编号的输入顺序 也就是说11这个编号一定是第一个输入 因为你跑第一次的时候它就是11 应该说 不对应该说00 可是对我还是 抱歉 那这边应该是00 但是我还是先说11好了 那如果它是11的话 那它会是第一个输入 那如果它是1 然后2 那它是第二个输入 为什么不是21 因为你必须先跑完所有的 所有在i等于1的时候的j 当它这边全部都跑完后 它才会去考虑到i等于2 那这样子的做法 它的这个输入的顺序 输出的顺序 会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输入一张表格的时候 你往往会因为这两个变数的调缓 或者是前后的不协调 会发现最后输出来的表格 可能刚好xy是颠倒的 就是它刚好是变成一个反折的矩阵 就是反折的方形 那就不会是符合听诺的预期 也不会符合你自己的预期 所以要特别记得的是 永远去提醒自己说 到底谁是i 谁是j 谁是分针 谁是秒针 谁是先被输入的 谁是那一个会跑比较多次的 那这是一题范例的题目 这是T.O.J.114 那它给定你一个5乘以6的方形的表格 然后它问你的是 在这些数字中 有没有横的连续三个数字 或直的连续三个数字 是一样的 那你在思考这题的时候 会长怎样呢 首先输入 输入永远要记得 就是二维阵列的输入 真的就是几乎会是使用4.4去做输入 因为这样子的输入法会是 才可以骗力到全部的阵列 然后好 开始去思考 首先题目要求的是什么 它要求的是连续三个数字是相同的 那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要买它就是三个横的数字 不然就是三个直的数字 然后刚刚有说过 FORFOR可以骗力整个二维 什么是骗力 骗力就是可以走完 确保每一个位置 你都有经过这个位置 那你才可以去做计算 去做侦测 去做确认 那在这个骗力的过程中 你要怎么知道 首先我是不是在这 首先这三个数字有没有在同一行 会不会它刚好是一个 你在记录的时候 会不会它刚好是一个换行的动作 比如说它可能在尾巴的一二 然后在下一行的一 这样子是一个 这样是一个连续数字 这样是一个相同的数字 但是它其实实际上 你在看表格的时候 它并不连续 那所以是不是其实当我没跳到下一个外层回圈的时候 都在同一个行或同一个列 我想表达意思是说 是不是指说我在同一个 同一分 就是同一分钟里面 我的这一个秒针不管怎么走 那它都是在同一分钟 也就是你会说几分几秒的时候 它永远会是 它的分钟永远是固定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那所以要怎么判断三数相同 经过IF的训练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解决 那怎么骗力这些可能会是横的或是直的的答案 那你可能就可以去思考说 怎么做才会让它同时侦测到横的 也侦测到直的 然后永远要记得就是不要去问到在你设的阵列的边境的外面 那你就会碰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所以小心 然后同样的去采访到那个去采访到阵列编号是复数的 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也许会成功 但是很不推荐 然后自己要很注意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是刚刚已经提醒过 就是你要去知道说 你现在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列 那哪一个放在前面 哪一个放在for的后面 好 那14跟7跟493就是三题 我们可以透过二维帧列会很好做的题目 然后课程 二维帧列差不多都讲到这边 然后如果还有问题的可以问 然后早上的那些for的 那个潮状for的题目可能会要先写 因为二维帧列很吃潮状回圈的能力 那今天的课 那目前的下午的课就先这样子 然后待会可能会有关于潮状for的更多的讲解 因为看起来大家好像还是听得不是很懂 那先这样 加油 加油 转发 转发 转发